来到族金山随处可见华裔面孔 因为这里是全美各大城市当中 华裔比例最高的地方 总人口数80万 当中将近20%就是华裔 这些华裔在本届总统大选当中 是否也推了川普一把 让他重回白宫宝座呢 根据很多的民调数据就发现 其实超过50%的华裔 一般是支持民主党的 但是过去几年力挺共和党的比例 也快速攀升 目前来到27% 到底在族金山的华裔民众 是不是真的如此支持川普呢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走在知名景点愚人码头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这个小摊贩 卖川普的周边商品 不是稀奇的事 但画夹子一打开就知道 川普是他的真爱 那绝对是真爱 我从来没有像爱特朗普这样 爱过一个男人 今年的话是那个 卡玛拉哈里斯这个人 当选为总统 那我觉得在美国就没什么希望了 我也没必要待在美国 我觉得甚至不如 在中国 但是特朗普就不一样 我觉得特朗普 给了我很多的动力活力 我愿意为特朗普而留在这里 不管是秦始皇或拿破仑 都比无上 川普在他心目中英雄的地位 在这里摆摊超过七个月 但这川粉的身份 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我刚才也跟你说了 就是因为这个 加利福尼亚 包括这个旧金山 是非常左的一个地方 他们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所以说就是我每天在这边 卖这个 这是特朗普的这个东西 都会受到这个 极端自由派的攻击 是每天哦 没听错哦 每天 对 怎么个攻击法 有言语侮辱 有辱骂 有肢体冲突 还有往我的 往我的这个 财产上面 吐口水 甚至往我身上吐口水 没关系 只要特朗普能赢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访问进行到一半 也有突发状况 得让他提前收摊 是政府单位的人 特别来找到吗 对 是的 其中有一个特别要说一下 这个人应该是 非裔 就是黑人 或者是这个混血的 混血的黑人 他就是我有这个虚格证 我是合法的 他每次过来 都找我麻烦 而且的话 他甚至把我的这个 美国国旗都给撕碎 民主党 虽然说挂着这个 民主的这个偷衔 但实际上并不民主 我觉得马斯克 和特朗普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这一届总统纳选 特朗普如果输掉的话 那美国将一党专政 而他口中 不民主的苦日子 现在总算熬到头了 接下来 他的打算是 我想一直坚持到 他登上那个 总统宝座的那一天 然后我也想 在那一天 我去华盛顿 然后参加他的那个 旧事典礼 那如果有机会见到他 想对他说什么 我爱你 特朗普 换个地点 走一趟中国城 来到美国四十多年的长辈 看大选开票 笑得何不笼贼 昨天很开心 你看电视 你看电视啊 你看电视 看电视 小忙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 哦 我爱你 你三十五年了 他们一大家子 长期都是共和党支持者 因为他们相信 川普是个会做事的人 他有经验 他之前有经验做 所以希望国多 大家都好一点 他商人性格 做生意的哦 你觉得他是不是会对 他们经济啊 玩意做的会比较好一点 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那时候历程 都有个 有个好 有个未来 都应该 应该都很好的 因为如果你卖 没那么多人 会赚成 会好一票 你一定要相信 他输得 当然 不是每个人 都跟这两位 川普支持者 一样勇于表态 政治 对某些华人家庭来说 依然是敏感话题 哦 我的家庭爱他 我认为他 我觉得他有点灵质 但是 有点灵质 他可能会比较好 我认为他更好 我认为他很严重 我认为他太坏了 他认为他认为他 不太坏了 他认为他认为他认为 美国的 年轻族群有想要坚守的价值 但除了形而上的理想 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得构结底气 我觉得年轻的华人经历过 特别是学生 这一代 我之后的这一批的学生 他们经历过 COVID 经历过疫情之后 大家其实更 我觉得好像现在都变得比较务实一些 不再那么的追求 走进本世界的感觉 以前你有去吃过那个 Triple Lay吗 就是那个墨西哥卷 那墨西哥卷的话 以前我吃的话 应该十块钱 就能吃饱了 那我昨天去吃 二十三块 感觉川普上台 应该大概经济都会好一些吧 就 应该是比较积极 川普对亚裔有什么 特别吸引力 因为他是 他们是比较保守的 那我们亚洲人也是偏向保守的 所以川普自然会在亚裔里面 比较有支持率 比如说 跨性别 跨性别的群体 这些政策 我觉得华人都比较难接受 你选择川普对吗 对 但你其实不喜欢他吗 你不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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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选择 它是正确的 美国已经在过去年 不必要选择川普 你知 它已经是100年了 美国的领域 现在是时候 要选择川普的领域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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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选择川普的领域 谁是世界上最第一 所以 它是好 预复川普的领域 像他预计的 如果预复川普的领域 恐懼 在這場落敗的選戰中 這件事值得樂觀以對 華裔選民 這個在美國成長的 最快速的族群 对于热腾腾出炉的新总统 有期望也有失望 但共通点是 都透过手中的选要 传达出少数族裔的声音 TVBS新闻网 欧国强烈佳荣 在美国旧新山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